这款将梅子压成片状的零食看似平凡无奇 一入口却令人无比惊艳 最外层的粉片咸甜 引导出内部浓厚的梅子酸味 因为每片恰到好处的厚薄 所以酸度并不会太强势 怕酸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品尝 在口中停留一段时间后 口感会接近真实的梅肉 不管是直接嚼食或含着 慢慢享受都很合适 绝对是您追剧 工作或小酌食的好伙伴 共有三种尺寸可选择 其中最推荐购买大包的家庭号 方便控制每次食用的粮 又不怕立刻就吃完 赶快买一包回家 让酸梅的好滋味陪伴您度过日常的每一刻吧 想直接品尝真实的梅肉吗 那么这款产品可说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选用来自台东都来山产的青梅 将六分熟的青梅去除苦涩味后 加入有机糖腌渍一年以上出品 保留了原始青梅的口感 清脆 多汁且酸甜适中 除了当灵嘴之外 用来拌饭也别有一番风味 酱汁甚至能稀释饮用 食用方法可说是相当多元 制作的轻量生态农场 位于海拔约460公尺的山脉 水质干净 不受污染 因此农产品特别鲜甜 本产品从栽培到制成 都是以有机方式进行 是一款充满大自然概念的酸梅零食 值得推荐给所有人 喜欢种酸 虫咸的朋友可不能错过这款商品 南梅系列除了有相当多种质地选择 不过其中最受欢迎 还是这款硬糖 每颗糖果都使用一颗完整的梅果制作 可说是市面上最接近酸梅原味的一款 外层的味道偏咸 含在口中不久后 就会越来越接近原始的酸梅滋味 再清爽的紫酥香气 振脱下梅糖的口味显得更加浓郁 而且几乎完全不甜 对于不习惯吃甜食的人来说 简直是一大福音 由于口味和一般市售的酸梅糖果有明显区别 第一次吃的朋友可能会有点不习惯 不过只要细细品尝 本产品绝对有令人上瘾的实力 推荐给想追求极致酸梅口味的您 严选同厂牌旗下商品中最高人气的三款香气浓郁的紫酥梅 口味厚重的陈皮梅与干爽顺口的陈皮化和英子组合而成 每款从原物料到生产流程都坚持最高品质 可让人吃得开心又放心 不仅适合当作家常点心 朋友来访时端出来配茶化家常 也很棒 是一款不容易出错的选择 如果您过去较少接触酸梅类的零食 光从包装判断的话 很可能会买到吃不惯的口味 这种时候不妨先从综合口味开始 对每一种风味有出不了解后再购入最喜欢的单品 就能减少采雷的几率哦 这是一款充满浓浓台湾风情的点心 外部的果冻采用新鲜乌梅之凝固而成 内里则奢华地忍用了整颗梅子 一份就能享受到两种不同口感 软棉滑顺 入口即化 令人回味无穷的酸 甜滋味加上扑鼻梅子香 是适合闷热夏季的清爽小零食 且冰冻后使用风味更佳哦 除此之外 由于果冻有着易入口的特性 是一种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欢的零食 因此可说是一款失误几率极低的优质礼品 使用稍具分量的独立袋装 为其增添了些许高级感 外盒还有镂空台湾图样设计 送给外国朋友或旅居海外的亲友 都很不错 相信一定能让对方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 采用日本季粥梅配上切条的炸马铃薯 刚入口是偏酸的梅子香 不过马上就能和马铃薯的咸味融合 独特的酸咸自味十分清爽 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虽然属于热量较高的油炸物 不过由于每包份量少 一次只吃一包的话 尚且不会造成太大的罪恶感 减少空腹感的同时又避免影响到正餐 特别适合生长期的学生族群 不过本产品中含有部分致敏物质 如大豆、小麦、阿斯巴田等体质敏感的朋友 务必事先确认成分再选购哦 这款来自香港的经典零食 剥开层层的包装浓郁的香气便扑鼻而来 湿润的口感与微微的柑橘香气非常开胃以外 也具有生津止咳等功效 味道咸而浓重的陈皮梅很适合以小口慢慢品尝 若单吃味道太重 加开水制作为梅茶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外层的酱料在冷藏过后会变得较硬 相当适合喜欢扎实口感的朋友 不同吃法各有其特色 喜欢开发创意吃法的您可别错过 然而需特别留意的是成分中含有阿斯巴田 若对其有疑虑建议优先选购其他款式 这款来自台湾的传统零食 遵循古老功法制作的酸 甜好滋味 是许多长辈在泡茶聊天时的最佳凉拌 油污加入了糖与盐调味 因此几乎没有酸味且较接近咸甜的口感 怕酸人士也能轻松入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款产品非常的解苦 只要含一片就能迅速改变口中的味道 有喝中药补身习惯的话 不妨可考虑选购哦 较可惜的是 在台湾湿热的环境中这种梅饼特别易受潮 开封后最好立刻关上或放入冰箱保存 避免梅饼变软而影响口感 由日本的知名糖果大厂松屋所推出 采用来自济州的熟成南高梅 并添加喜马拉雅山的盐盐所制成 梅子的香气轻柔且甜味偏低 是一款清爽现意的高品质零食 含有15种以上矿物质能为人体补充所需的养分 特别适合在大量流汗过后食用 想必许多人都有健身的习惯 出门运动前随手放几颗在包包里 就能及时补充运动时流失的盐分 美中不足的是以零食的角度来说 这款产品的口味稍嫌平淡 且梅子味不太明显 可能无法满足想好好品尝酸梅口味的消费者 这是一款大家小时候都吃过的古早味零食 以麦芽糖包裹新鲜的花梅 随着麦芽糖在口中慢慢融化 可以感受到由甜到咸 再转为酸的味道层次变化 甜咸交织的绝妙滋味让吃过的人都欲罢不能 油污采用了口味较重的花梅 因此在麦芽糖全部吃完后还能继续停留口中 特别适合想要慢慢品尝的人 每一颗都是采用独立小包装 分享给办公室同人也相当方便 但是最美味的中段需停留口中一段时间才会逐渐涌现 同时外层的麦芽糖可能稍嫌 甜腻黏牙建议搭配低糖或无糖饮品一起食用 中和甜度之后吃起来也会更美味哦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 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 以了解最新评论